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興奮 哇塞 這是什麼走廊 我在詭異的走廊中摸手著 四周如死一般寂靜 哇 新衣服欸 還真的是沒人在啊 我們潛入了關押光的設施 啊不是說光沒救了 是他被抓後 已經過去了一年 那一天 宗師郎先生帶我們 來到他的秘密藏身處 我和輪胎狼 重聚後 我們想方設法地 搜索光的蹤跡 其中 宗師郎先生和春小姐也幫了忙 我與輪胎狼 在這一年迅速尋找 關押著光的設施 然後 終於確定光在這裡 於是今天 做好了萬全準備的我們 實行了拯救光的作戰計劃 此時 我手中的無限對講機響了 我看是走在地獄的路上吧 瞭解 通通通的呢 其他人那邊怎麼樣了 小春和倫太郎軍 那邊似乎很順利 哇小春跟倫太郎一起行動 太爽了吧 原來如此 孫雪城 你什麼都不用擔心 專心想辦法救出他吧 懂了嗎 懂了 很好 你再走一會兒 就能到關押他的監獄了 我明白了 有事情隨時聯絡我 莎莎 我和中次郎先生的對話 到此結束吧 好啦 趕緊走吧 我一邊警戒著 一邊前進 啊沒有巡邏的看守嗎 還有710號房 過了數分鐘後 是這裡吧 我在大門緊閉的牢房前 停住了腳 門上刻著數字 數字 這是 是做什麼用的 是 牢房的編號嗎 除了數字 門上還有一個小窗口 靠這個小窗口 似乎可以查看屋內情況 難道說 我連忙打開窗口的窺探 對我念對了 啊那是 我看到光正躺在屋子裡 終於找到你了 我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你了 我等了一個禮拜 終於來找 我馬上來就來救你 於是 我握住門把手 已經鎖著嘛 很鮮啦 門是鎖著的 接著 我拿出了對獎金 莎莎 莎莎 宗士郎 先生 我找到他了 太好啦 你現在已經順利就差了嗎 不 還沒有 門上鎖了 果真沒那麼容易啊 我也想到事情會這樣了 所以事先調查到了 鑰匙可能存在的位置 這 真的嗎 是的 老房的旁邊好像有看守室 看守室 鑰匙很有可能就在那裡 看守衣有可能就在那邊 我知道了 我這就去找 哇 拜託你囉 還拜託我咧 那邊有看守啊 你至少給我個電擊槍之類的東西吧 對話結束了 看守室嗎 趕快找找吧 然後拿到鑰匙 把光救出來 於是我原路返回去尋找參守室 我在走廊裡找著 看守室 到底在哪裡呢 就在這時 嗯 那是 我在走廊裡側找到了一道門 這裡就是看守室吧 於是我快速跑過去 然後小心翼翼的打開門 看到四個人都在打麻將 沒事 唉唷 唉唷這背景音樂 天吶是新的耶 唉唷好可怕喔 哈哈 屋內放著監控用的大屏幕 還有數台電腦 這裡就是 就是這裡沒錯吧 我在牆上看到了一個東西 那是 那是一個被嚴加保管者的盒子 仔細一看 裡面似乎放著許多鑰匙 鑰匙上面寫著編號 天吶上面有密碼耶 小先生 有密碼耶 我要解密碼 喔 用這個 或許就能打開牢房的大門 先解開密碼吧 快去拿鑰匙把光揪出來吧 揪出來 揪出來 咔嚓咔嚓 咦 廢話 打開 打不開 啊 仔細看 盒子上有帶一個奇怪的裝置 又是鎖嗎 裝置上有許多空白的正方形 下方還有數字按檢 可以輸入數字 可以換別的背景音樂嗎 好可怕喔 不輸入正確密碼的話 就沒法開啟吧 可惡 秘密時間這麼緊迫 就在寢詞 不要 不要回來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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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看守來了 嚇死我了 學成君 發生緊急事態了 怎麼了 怎麼了 阿阿阿 阿穿的衣服顏色不一樣耶 我喜歡這個藍色 好啦 我潛入這裡 我們潛入這裡的事情 似乎報路 給高層的人了 你必須快點 否則警察就要包圍那裡了 咦 怎麼會這樣 總之 你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 那幫傢伙 什麼 兩分鐘 兩分鐘他解的開密碼啦 兩分 這也太緊急了吧 我知道這很難 但是這件事只有你能做得到 我以為我是 一旦坐在失敗 我們就再也沒法救出生存光了 我明白了 我會在兩分一內解決的 你才僅有信心的嗎 我下定決心 這樣回答 太感謝了 我們一定能救出生存光的 是的 要是這邊有什麼變動 我會再次聯絡你的 一切就拜託你囉 呃 宋司長先生和我的對話 就此結束了 好吧 沒有時間猶豫了 如果兩分以內沒拿到鑰匙 這次行動就失敗了 這一定有局局的結局 我這邊不要去用 於是我 我開始用最快速度探索屋子 喔 我以為是用那個 嚇死我了 好了我要看一下 槍上掛著一個許多 放著許多鑰匙的盒子 被淹加管管著 必須輸入密碼才能打開 頂部有一片空白 下方有數字按鍵 要不先輸入四十塊 不 還是別這麼做 萬一密碼輸入錯了 引發了警報怎麼辦 我覺得危險了 還是慎重一點吧 不過 密碼到底是什麼呢 快去找線索吧 好了好了 唉呦這體 為什麼 這剩什麼 座室上擺著一些文件 我拿起一份文件查看 這是 是 我手上的這一張 是房間的構造圖 為什麼這裡有構造圖 我現在還用不上這個 欸一分鐘已經過去了 去尋找其他線索吧 啊啊啊啊啊啊 怎麼辦怎麼辦啊 這是公告嗎 走上前調查一下 發市上面寫著 看守門的規定 每一條都記載得很清晰 嗯 這是什麼 注意 離開看 看守室的時候 必須把燈打開 必須把燈打開 一般來說 不應該關燈才對嗎 為什麼要讓看守室的燈 保持開啟狀態 好在意啊 我玩過四周 咦 好像沒有看到電燈開關啊 難道說 電燈開關不在這裡 還是說 開關被藏起來了 開關 關掉燈的 關掉燈會引發什麼問題 稍微調查一下吧 唉唷沒時間了啦 還要叫我尋找什麼啦 啊啊啊啊啊 這個是什麼 搶的那一側有一個書架 靠近點仔細調查一下吧 哇賽這是什麼 書架上擺了很多書 這是什麼 每本書上都有一個符號 符號分為方塊黑桃梅花和紅心四種 這是撲克牌的符號嗎 為什麼 要在書上印這些符號 總之 我先記一下吧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菱形有幾個 菱形有十四個 欸不可能這樣記吧 好吧 算了沒關係 我先 唉唷找不到 這什麼 監視用的設備 很清楚的 在大屏幕上看到整個監獄的樣子 不現在不是瞎調查的時候了 我已經沒時間了 警察很快就要衝進來了 必須快點去找密碼的線索 唉我也知道沒時間了 不是我眼瞎啦 就是我真的什麼都找不到 不是我眼瞎啦 就是我真的什麼都找不到 欸? 欸? 開關在這裡 不過 為什麼 要特地把開關 藏在不了後面 只剩下22秒啦 還有那張公告 離開開手設施 必須把燈打開 關掉燈 會發生不得了的事情嗎 不對 現在沒時間多想的 快點關燈吧 我按下了 電燈開關 噢? 咔嚓 燈滅了 四周變得很昏暗 欸? 這種絕對 有古為何管 稍微調查一下房間吧 現在時間 你所設無解 你也知道啊 必須快一點 唉呦 我剛真的 白癡欸 啊 啊 仔細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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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上方什麼都沒有 的部分 浮現出了符號 這些符號好像 在哪裡看過 對了 只要輸入和符號相關的數字就行了 我試試看吧 幹 我不知道啊 欸? 這怎麼回事 看到書架的那一刻 我驚呆了 驚呆了吧 不知為什麼 書架發光了 就好像是在暗示什麼一樣 讓我仔細看看 喔喔喔喔 喔 我想說菱形14個 啊就只有一個框 要怎麼輸入14 我看一下喔 菱形有 有 愛猩猩有 黑桃 有 梅花 一個而已 omic 計快點 3612 Okay 什麼樣 我真聰明 我一點都不聰明 你開了 我立刻從鑰匙 不對啦 我立刻從猴子中取出鑰匙 好了 總算在2分鐘以內拿到鑰匙了 我覺得我剛剛用料好像不止2分 這樣就能把關救出來了 必須快一點 我立刻跑到了門口 準備開門 就在這時 哎呦我就知道 走廊另一側傳來的腳步聲 這是腳步聲 是誰到這邊來了 難道說 警察已經來了嗎 可是 還沒到兩分鐘 就這 這預料之外的事 讓我的大腦一片空白 可惡 現在出去太危險了 還是找個地方藏一會兒吧 我躲到了門旁邊 緊張讓我心跳加速 我平行鈴聲的常好 果真對面的人 是朝著看守師來的 完了 這樣 再這樣下去 就會被看到的 就在這時 為什麼看守師的燈被關掉了 喂 是誰在那邊 晚 啊 被暴露了嗎 晚了晚了晚了 必須想個辦法 然而 一切都太遲了 看守師的門被打開了 刺刺 看守師的大門 緩緩打開了 聽屋 到此為止了嗎 咦 怎麼回事 秘密門已經開了 但那個警察 卻沒有進屋 下一瞬間 唉唷 警察倒在了我面前的地板上 欸 怎麼 怎麼了 一瞬間 我無法理解 我無法理解 面前發生的事 嘿嘿 隨後 我聽到了非常熟悉的笑聲 我朝笑聲發出的方向看去 你 你是 真是危險啊 雪城 龍太郎出現在我面前 很快 我們就抵代了牢房 好了 只要使用這個鑰匙的話 我打開了牢房的門 然後迅速進入房間 查看到滴不起的光的狀況 光 我都吃呼喚光 可是他沒有任何反應 他已經傷痕累累 看來已經很虛弱了 臉上和身上也全是傷痕 突然間光醒過來了 光 好久不見了 新春光 你 你們是 然而光的體力已經耗盡了 還沒說完就混過去了 太好了 他還活著 當然啦 新春光咧 全人光平安無事後 我鬆了一口氣 此時 哦 巨大的警報聲 打破了牢房的寧靜 怎麼回事 警告 警告 有人入侵了這裡 請快速抓住他們 枕頭龍 都回響著巨大的廣播聲 啊我就只有打一個看守者而已啊 氣氛突然變得很緊張 不如我剛剛從頭就很緊張了好不好 可惡 你警察還進來了嗎 事發突然讓我失去了冷靜 倫太郎立刻跑上前 背起了光 雪城 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趕緊逃跑吧 看著倫太郎的眼睛 我逐漸冷靜了下來 可 可是 不要再叫啦 警報聲再次響起 就好像是掩蓋我的話一般 雪城 別管那麼多了 先離開吧 我 我知道了 我們連忙 跑到了走廊上 哦 很吵耶 身後的警報聲越來越刺了 天啊 明明就差那麼一點 我飛快的在走廊上奔跑 警告 警告 設施內有入侵者 請快速抓住他們 伴隨著掛布的聲音 氣氛變得更加緊張 必須快一點 我不能在這裡被抓 我平時壓住 我平時壓住交召感 一心一意的奔跑者 怎麼辦啊 雪城 冷靜一點 再怎麼著急也沒有意義啊 倫 倫太郎 現在就等宗司長先生 連絡我們吧 我 我知道了 可是 這種情況下 我怎麼都沒辦法冷靜啊 就在這時 雪城軍 倫太郎軍 已經成功救出新春光了嗎 手中的對獎金 傳來了宗司長的聲音 是的 我們已經把他救出來了 很好很好 你要冷靜下來 我會指引你們出出口的 真的嗎 真的 不過 不過 你也要萬分小心啊 我 我明白了 好了 那我來給你們帶路吧 謝謝您 最後 我們按照忠祥先生的指示 成功逃到了春火附近 希望你們三人 都能平安歸來 祝你們一路身風 之後 我對講極不響 倫太郎 你還跑得動嗎 我沒事的 能跑動 好 我們趕緊逃跑吧 說著 我們全力跑向出口 我 怎麼回事 我好像聽到了什麼聲音 意識逐漸梳醒 我緩緩睜開了眼睛 這裡是 那什麼地方 醒來後 我發現自己躺在陌生的房間裡 始終沒有一個人 牆上貼著各式各樣的資料 這裡是 什麼地方 我怎麼會在這裡 突然間 嗯 我聽到了貓叫聲 有貓仔 我順著叫聲發出的方向看去 你是 外星貓 我的外星貓 眼睫的那隻貓 毫無疑問的是我的薄荷 下個瞬間 薄荷跳到了我身上 薄荷 薄荷 為什麼 你會在這裡 這讓我一頭悟睡 這裡 是什麼地方 還有 為什麼薄荷會 他應該在我家才對啊 而且 我剛剛還在牢房裡 下一次的查看自己的身體 然後大肆一驚 怎麼會是這個衣服 我身上穿著病號服 而且四處纏著繃帶 傷口都被處理過了 我越來越摸不清楚狀況了 突然間房門打開了 有人進入了夫婦 光 光 進入房間的 是我再熟悉不過的人 太好了 你終於醒過來了 好久不見了 光 你 你們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抱歉 這麼晚才救你 那兩人都露出了十分擔心的表情看著我 等 等一下 我現在是在說夢嗎 咦 你在說什麼呢 你在那個監獄裡待了一年 看來他是太吃驚了 然後就懵了 不是的 為什麼 為什麼你和林家還活著 你們不是被處刑了嗎 處刑 是啊 我在監獄裡的時候 警察告訴我 你們被處刑了 咦 原來如此 我估計是那幫警察 為了能在精神上欺貨你就向你撒謊了 是 是這樣 那就好 活著就好 之後 房間的門 再次被打開 你可算是醒啦 進來的人 是神奇中士長 這個BGA一直變來變去的呢 你 你是 嗨 好久不見了 新春光 你的傷勢怎麼樣了 神 神奇 你為什麼會 不要要充滿敵意的瞪著我嘛 不過看你這麼心神 我就放心了 光 中士長先生 現在是我們最強的同伴哦 同伴 是的 中士長先生在一年前 救了被警察抓住的我們 神奇 來幫我們呢 這傢伙真的是我們的同伴嗎 就在我混亂的時候 神奇開口了 新春光 看你還沒有完全理解眼下的狀況呢 你們剛才說的東西 我完全聽不懂 麻煩給我一個解釋 首先是這個地方 這究竟是哪裡啊 這裡是我們的藏身摸點哦 藏身摸點 對 我們都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為了避免被抓到 我們在這裡生活了好久 被警察追捕 為什麼身為警察的你 會被警察追捕 哦 對哦 我有必要 從頭和你解釋事情的來容去脈 之後 神奇將事情經過 全部告訴了我 神奇從警察那 盜取的情報 被四處追殺 那本情報裡 詳細記載了高層做過的一切腐敗之事 接著神奇找到雪城他們 從監獄裡救人 我沉默的聽完這一切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 這樣你能明白我是你的同伴了吧 沉默 欸 看上去 還沒有完全信任我呢 光 忠實郎先生 說的都是事實 救出光的計劃 也是由忠實郎先生制定並親自指揮的 我的救出計劃 嗯 不過 雖然安全的把你救出來了 但也花了一年的時間 救了我 為了救我 花費了一年 是啊 其實找到你的所在地是最花時間的 我的所在地 不過 能夠找到你 比什麼都好 原來 是這樣 抱歉 這麼晚才把你救出來 為什麼 你要道歉 應該是我 向你們道歉才對 欸 你 道歉 我這一年 一直在後悔 如果我能再小心一些 說不定就能避免你們遇到危險 解決這件事了 才不是呢 光影只都為了我們 以身涉嫌 既從警察局的數據庫盜取情報 又幫助被抓 對不起 又幫助被警察抓住的雪橙 我們遇到危險時 一直是光在幫忙 是啊 都快要變成主角了 倒是因為有光在 我們才能堅持到現在 光不必為此感到智責 雪橙 您家 謝謝你們 啊 這種感覺好懷念哦 我們有一年左右 沒有像這樣交談呢 是啊 看到他們兩個人平安無事後 心中的大石頭 總算繞了地 原本以為 因我而死的兩人 在我面前 活潑亂跳 這是怎麼回事 至今為止 我從沒有產生過這種情感 曾經的我覺得 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不可行 但現在 最重要的同伴 盡在眼前 我絕對 不能再失去他們 為了這些救了我的傢伙 我什麼都願意做 哎呦 什麼都願意 我已經決定好了 我感受到 心中欠缺的部分 被來自這兩個人的溫暖 填得滿滿滿的 就在這時 好了 感動的再會 就到此為止吧 我們也該進入正題囉 說著 神情露出了笑容 原來如此 你救我是有理由的吧 不愧是光君 真是敏銳 光 光君 哎 你也來直呼我的名字吧 反正我們現在是同伴呢 你就直接稱呼我 忠四郎吧 好難聽喔 我絕對不會這麼稱呼你的 味道還真乾脆啊 算了算了 正如剛才所說的那樣 我幫助光君是有理由的 理由 我希望你能來協助我們 我現在沒法說 我拒絕 吧 是啊 所以你想讓我做什麼 在那之前 我要給你介紹一個人 給我介紹一個人 隨後 申請對房門後側的人說 好啦 你可以進來了 門後的人打開了門 進入了房間 你 你是 嗨 有一年多沒見了呢 青春光 哦 為什麼 你會在這裡 倫太郎出現在我面前 和二郎遊戲時不一樣 他的氣質改變了 但我不會弄錯的 面前的人 正是倫太郎 我太過震驚 甚至說不出一句話 終於相遇了 好感動 倫太郎先開口了 中四郎先生 十分抱歉 能讓我們三人單獨待一會兒嗎 咦 倫太郎這番話 讓我們很困惑 我明白了 讓我們 讓我們的證實 稍後再說吧 等 等一下 好啦 小林家 你也一起走吧 去另一個房間 好的 說吧 這兩個人就出去了 只剩下我們三個人的房間 變得十分寂靜 青春光 你要對我說什麼呢 在沉默許久後 倫太郎向我搭話 你 改變了呢 啊 對不起 倫太郎說的話 讓我很意外 倫太郎並沒有責備我 他微笑著對我說 我從雪城那 聽說囉 在二郎遊戲之後 你接著雪城 和他一起來找我 還有 犧牲自己 保護了大家 說實話 我很吃驚 因為一年前的你們 絕對想不到做這種事 等等 倫太郎 為什麼 嗯 為什麼 你又露出這種表情 你不憎恨我嗎 接著 倫太郎沉默了一會兒 和我說 是啊 我的確 憎恨著你 討厭著你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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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 已經無所謂了 無所謂的獅子 光 那個 雪城 倫太郎他 雪城 不用了 讓我自己說吧 我知道了 之後 倫太郎開始講述 有關他的事 我在二郎遊戲結束後 相信 世間人可以改變 開始的行動 我希望這個世界 不要再出現了姊姊和我 以及殺死雙星的 欲野將的人 所以我把真相 傳達給世間人 我認為這是 只有我能做到的事 不過 說實話 我的心中 仍然很不安 做這種事情 真的能改變 世間人的看法嗎 我進行二郎遊戲 真的有改變他人嗎 我和姊姊創造的 二郎遊戲 真的有意義嗎 我不斷地在心裡 叩吻自己 不過這份不安感 因為這個打消了 接著 倫太郎突然從口袋裡 拿出了一封信 那是 新春光 這是你在孤兒院留下的 寫給我的信 在讀了你的信後 我的不安化為了確信 我明白了 人 是能夠改變的 我已經了解了這一切 所以我也必須改變 一直沉溺在過去的 憎恨中 就沒法前進 所以我 選擇了原諒你 任太郎的話 讓我什麼都說不出來 我選擇了原諒你 這間斷的一句話 肯定飽含著 各種複雜的滋味 同時 也深深刺入我的心 噢噢 噢 然後 對不起 啊 我十分自然地 吐出了這句話 我知道 這不是一句對不起就能解決的事情 但即便如此 我也想 下你道歉 任太郎 我也一樣 對不起 夠了 你們不必道歉囉 這麼說著的 倫太郎 目不轉睛地 直視著前方 之後 我們把這一年之間發生的事情 還有自己的想法 互相說給對方聽 你說給我聽啊 我突然想起了一個問題 於是 詢問倫太郎 倫太郎 怎麼了 接下來 你想怎麼做 接下來 是的 你想把二郎遊戲的真相傳達給世間人吧 是的 你真的相信世間人會改變嗎 咦 郭 你這是怎麼了 學成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說實話 這點 我也不確認 但即便如此 我也想改變大家的想法 不能再讓發生在我家的悲劇重演 這件事 也只有我能做到 我要賭上姊姊留給我的這條命 連著姊姊的心情運氣 傳達給世間人 所以 好吧 那我就聽聽看吧 你想怎麼把你的想法 告訴大家 你現在可是知名的殺人犯 被四處通緝的那種 你覺得世間人會認真聽你說的話嗎 光 方法 我還沒想到 不過我有個點子 點子 是啊 接下來我說的話 你們只要認真聽就可以了 咦 你到底想說什麼 原來如此 倫太郎 你認為這是你自己的事 所以 你想一個人去大幹場對吧 嘿嘿 不愧是光君 你基本上都猜對了 我就知道你會這麼想 但你覺得自己一個人做會順利嗎 面對的可是稱敗上千的警察 如果你出現在眾人面前 立馬會被逮捕 這樣 就沒意義了吧 是啊 算了 哦 哦 哦 這BGM 天啊 這種事 只可能發生在你單打獨鬥的時候 嗯 倫太郎 你要做的事情 我會全力協助的 哦 應該說 請讓我幫忙你吧 光 沒有二郎遊戲 我們就沒法注意到 曾經犯下的錯誤 從大局方面看 你的復仇就是錯的 但是你姐弟二人 通過復仇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也是事實 雖然說這種話或許很奇怪 但我很感激你 你和美孝 改變了我的生存方式 所以倫太郎 請讓我來幫忙你吧 否則 我會欠著這份人情活下去的 我的至尊 不允許我這麼做 嘿嘿 真有光的風格呢 即便我拒絕 你也會強行幫助我吧 是的 之後雪橙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 我也要幫你 雪橙 我也是通過二郎遊戲 認識到了自己的軟弱 也許倫太郎做的事 我不應當干涉 但正如光所說的那樣 通過二郎遊戲我們改變了 我能為了他人 拿出勇氣 踏出這一步 我也是 依照自己的意志 去幫助倫太郎的 雪橙的眼神 看起來十分認真 也十分帥氣 你們啊 真的改變了不少呢 看這駕駛 完全沒有讓我拒絕的餘地呢 當然了 你可沒有拒絕的權力 倫太郎 我明白了 說著 倫太郎溫和的笑了起來 雪橙 光 讓我們一起改變這個世界吧 噢 天吶 這友情 太偉大也好 噢 噢 好了 兩萬也聽我說 嗯 光 怎麼了 雖然很突然 但我們必須要思考 傳遞真相的方法 啊 在那之前呀 我還沒說我的點子呢 咦 你的點子是什麼 嗯 就是 隨後 倫太郎和我們交流了自己的想法 咦 你 你認真啊 這肯定不行吧 咦 為什麼 肯定是我的方法好啊 畢竟這樣會很熱鬧啊 倫太郎 怎麼到了這種時候你還是 好啦好啦 這也是為了表達我們的想法嘛 所以你們接受嗎 呃 算了算了 畢竟倫太郎都受到這個份上了 好吧 還好啦 那 就等嘴邊好之後 就在這裡集合吧 之後過了數小時 啊 哦 這一身衣服我好久沒穿了 我們換上了二郎遊戲進行時穿的衣服 而且 果真 穿上這一身就能清醒了 之後門打開了 雪橙回到了房間 啊 光 你這一身真令人懷念 果真 光還是適合這種衣服 你也是 真的嗎 比女裝還要適合 我喜歡你原來的打扮啦 真的 你這一身 最常適合你 謝謝你 不過 為什麼這裡會有我的衣服 好像是不久前 倫太郎從光家裡拿來的 原來是這樣 之後 門再次打開了 就等了 哇 黑把瞬間染成彩色法 穿著原來衣服的倫太郎湊了過來 這麼一看 當時的倫太郎真的好華麗啊 有嗎 有的 過於華麗了 不過倫太郎穿這種衣服 才是最適合的 啊 這種感覺真令人懷念 就好像是回到了二郎遊戲中一樣 沒事啊 不過 哦 人 哈哈哈哈 我們的關係 已經和那個時候不一樣了 這時 我們要把問題 擺在世間人面前 啊 我不會逃跑 和躲藏 我們 我們要用最真實的一面 認真地將這些事情 傳達給世間人 是的 我們要告訴他們 人類的軟弱 還有踏出這一步的勇氣 啊 光 雪橙 準備好了嗎 當然啦 我已經準備好了 好啦 讓我們開啟最後的二郎遊戲吧 啊 謝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一批石頭部的內容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希望下一個禮拜就是 可能就是結局了 或者是 哦哦哦哦 我不要結局 啊 沒有 我可以 Zither Harp